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電力公司會減少電能的損耗 會採取下來哪一種方式輸送電力 它會採用高電壓 因為我們曉得電力公司 產出的功率 比如說水利花電 水利花電的話 它的瀑布每秒產生的能量也是固定的 所以產出的功率是固定的 那產出的功率的話 你經過什麼呢 你產出的功率變成那個電功率的話 就會等於I乘以多少V 那V的話就是那個產出的電壓 那這個I是產出的電流 好那現在問題是說 這個電力公司要把電能弄到你家的話 它中間要經過一個變電 中間經過一個變電 然後本身電力公司 就是拉到你家附近的那個銅線 就是那個線路 它本身也會有什麼呢 電子 這個什麼呢 這個它電力公司呢 產出的這能量就兩部分 一部分是消耗在電子上面的功率 一部分的話是在什麼呢 是在這裡變電以後 提供給家庭用的這個電流 好那現在我就說 你這裡的話 這個消耗的功率少的話 這裡變電的功率就會大 那這個消耗的功率 我們叫做P-R 這是等I-R R的話是銅線的那個電阻 好那現在什麼時候消耗的功率呢 會變小 就是你電流小的話 電流小的話 它消耗的功率就小 那你要讓電流小的話 那因為這個產出的功率是固定的嘛 你要讓它變小的話 你就要提高什麼呢 提高輸出電壓 提高輸出電壓的話 它輸出電流就小 輸出電流就小的話 消耗在那個電路上的這個功率就小 那這樣的話 提供給家庭的功率就會大 所以它是利 它是採用的高電壓 也就是說 電廠出來的那個電壓的話 都是高電壓 所以這一題 應該要選A壓 就是採用這個高電壓